如今我国综合的国力已稳居世界前列 按道理说国力与军队的战力是成正比的 而没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队让人始终有些不放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卫反击战刚开始的时候 常年不打仗的我军确实在越军面前吃了不少亏 可见好刀不经常使用是有可能会生锈的 那场战争至今三十年过去了 期间再也没有战争 如今我国军队的战力又如何 世界并不太平 战争总是此起彼伏 美国到处挑起战火 论作战水平与经验 应该非美军莫属 美国挑起的战争一场接一场 原有海湾 伊拉克战争 近有叙利亚 利比亚战争 美军常年用战争磨练着自己的数十万大军 相比之下 我军一直守护着自己的国土 从不惹是生非 也就是说没经历过战火 虽然国力是强 但军力好像就没什么底气了 这还是要提起那次自卫反击战 正是这场战争让我们发现了自身的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战备不足 所谓战备不是我们主动去准备打仗 而是万一爆发战争早已准备好了 从那时开始 我军开始了方方面面的大改革 以实战为标准进行训练 比如原来的五公里全武装越野 改成了八公里步兵踪训 在原基础上增加了边行进边进攻 各种真实环境射击等十多项新科目 通过接近实战的拉链 一改过去僵化的训练模式 有效提升了士兵的战斗意识与体验 进入九十年代 美军伙同多国联军攻入了伊拉克 这场战争揭开了高科技局部战争的序幕 美军用极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让已经在军事大改革道路上的我国极度震慑 战争的结果既让我军深刻反省又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我军从那时开始才算跟上了世界军事强国的脚步 从作战的思想与方法 到指挥的方式 甚至部队的组织结构都进行了紧贴现代化实战的重大改革 我军面貌得以焕然一新 居然思维的我军不会让历史重演 虽说军队在战火能成长得更快 能在实战中得到经验与教训 但奉行和平崛起国策的我国 是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随便找个理由就挑起战火 到处开辟战场的 不惹是生非不代表就是软弱可期 只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即使战争爆发也无惧 还是用美军来举例 美军与我军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越战 在中越两军通力合作之下 最终把美军赶出了越南 后来足足过了16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美军才重返战场 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了也证明了 常年美军战争就不会打仗的假设只是个假命题 美军用它的实力告诉我们 如今的战争与以往的战争模式已截然不同了 都是运用高科技打局部的战争 都是高烈度快节奏的战争 战争早已脱离以往的模式 纵使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也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 固守所谓经验结果就只能惨败 再举个例 苏联在阿富汗打十年 撤军后才五年在车臣战场就打的大实水准 这十年的战争看来苏军失败过了 我军关注着世界上每一场战争 我们在竭力避免战争的同时 却一直在向战争学习 拼命吸取别人战争中的经验与教训 积极地为未来做充分的准备 在日常的训练上 我军的付出早已超过世界同行 比如从空军训练时间来看便可见一般 八十年代空军飞行员每年的训练时间只有24小时 到了九十年代增加到了八十小时 到了如今已经增加到了二百到二百八十小时 这个数字比我们的老对手美军还要多上四十小时 难怪美军说出了大实话 如果爆发战争 两军胜负难料呀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